8月3日关注要陈静 卫世雅 孙家军等出席电影 重口味优先场谢票活动 刚好碰上彭浩翔与邵英英等 同来为电影《飞虎出征谢票》 邵英英更逗趣到他们的影院财场 两部电影段期相近 巧合的是陈静绝有残演 该停哪一边呢 还好他那个时间 他们没有太正面的冲撞 我觉得可以看完《飞虎》 然后再看《冲口味》就太好了 当日不知有意无意 在众多美光灯下 女演员们包括陈静 卫世雅 孙家军 接连落地搏进眼球 倒颇有近来能磨卖血砖的架势 谢票就有这般福利 向来乘入电影名重口味 片中必有不少性感镜头 供服男服女们观赏吧 我的性感在鼓掣里头了 他们说看我的那个戏份的时候 挺好玩 因为在里面我办了一个AV领域 所以他们挺有想象的空间 性感的墙面是一定有的 不过可能不是在我身上 不过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而男主角关楚耀为试探观众反映 更亲身走进戏院探求观众反映 幸好未被人识破 其实戏里面我就是 不是这个造型 是很不像我自己的 宅男吧 宅男对宅男 然后就一边放电影的时候 就听到很多旁边的观众朋友 就是没有他们骂脏话 对 骂脏话 因为他们觉得有一些剧情 真的是太太在那个现实的世界里面 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但是他们觉得是有趣的 挺疯狂的那种 很疯狂 然后跟导演刚刚说 很多观众朋友骂脏话 他说对啊 他就是想要观众朋友骂脏话 如果能骂出票房 都算是一种成功吧 如此也给后来的导演们 提了个醒 爱重口味的观众们 也开始追求少许内涵了 不是光用青色肉绪就能忽悠的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